蘇慧倫48歲沒成這樣 被函凍鈴有壓力 好久不見的蘇慧倫 魂厚重信回歸家庭 盡量力登場 為老公的代理品牌站台 當然有啊 有情假 對 我現在常常的打扮 都是T恤跟牛仔褲 我平常自己穿著打扮 就是希望能夠以舒適 然後自在 又有一點點的個性在裡面 平常私底下 我盡量能不穿高跟鞋 就不穿高跟鞋 我覺得好像很多媽媽都是這樣 現在出去真的都是先找小孩 有的時候就是那個夠霧玉吧 有買到小孩子的 好像感覺就滿足的 然後自己的就會 隨便跳一跳看一看一看 有時候不買都沒關係 蘇慧倫保養得意 身材與臉蛋 完全看不出水野的痕跡 根本不可以相信她快50歲 其實我現在真的 好怕大家說我什麼動靈啊 不老這些 哪裡不老 動靈沒有永遠的老是一定會老的 但是怎麼樣讓自己老得很漂亮 如果有一天 如果不小心被拍到比較不堪的照片 請大家不要用崩壞這兩個字好嗎 可以說 發 發不大的整崩壞都不行 不行啊 還是產生了自然的人體變化 這麼長 隨著歲月產生了 隨著時間還是產生了人體的自然變化 可是病體沒有幹嘛那麼多 我管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